同学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国大家庭的一些事情 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聊呢 现在因为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 大家都不这么爱看书 刷手机呢,基本上就是大家生活的一种常态的 而且也不会愿意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内容上面 不像我们以前的,我们以前的人喜欢用眼和用脑 他就干什么,看书 可以整天,一天下来都捧着一本书看 而不觉得疲倦 现在的人喜欢用什么 用眼 用耳朵 但不大用脑筋 喜欢拿着手机看短视频 你看呢,现在社会的变化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的方式也要产生一些变化 以前你看,大家开车 没有导航,照样开的很好 用脑,用图就可以了 现在才能开车 用导航 你没有导航啊 不熟路的,根本就没法出门 好了 我们说点闲话 那我们要讲我们这个 中国,它是一个大的家庭 在1840年 也就是庚子年以前的中国 这个大家庭呢 家大业大 这个房产呢,地产 都很多 家里还有很多钱 人 当家的呢 那也是才大七处 但是能力确实 是不敢恭维的啊 好了 既然你家里面这么多东西啊 你的邻居啊 相近的啊 什么韩国 日本 越南 这些周边的一些国家 大家都 对你敬而远之 对你 不是敬而远之 我用说了 说出了 是对你 还是非常的敬畏的 是不是 哎 拿点东西 一丝一丝哈 一丝一丝一下 但是 呃 当时的当家的呢 政府呢 总是给他们 给的更多 啊 表示这个 我们 中国人呢 是非常好客的 我们也不确定那点钱 也不确定那点东西 但是 隔着远的邻居 你想啊 什么 隔河啊 隔湖啊 隔海的啊 啊 这些隔山隔水的 那些邻居啊 就看到中国了 知道 东方 有一个中国 他这个家里面啊 好多宝贝 好多钱 就想尽办法了 开始 要从里面搞一点东西去 他们一看啊 你这个当家的不咋样 你这个家里面的当家的 没有啥本事 养地那些 军队啊 那些什么东西啊 没有什么战斗力 那么 就搞事了 搞了 1840年 他们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拿什么 拿些没用的东西 拿这个鸦片 那个烟草 来换钱 抢买抢卖 这个没有办法呀 打不过人家呀 最后 又赔人家的钱呢 又把自己的家里面的一些 房地产给到人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香港 和澳门 就给人家拿去了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几十年的 这样的 掠夺 抢 打 然后 结果家里基本上掏空了 啊 家里的人呢 也就饿肚子了 饿个肚子怎么办 你再这么下去 家里有人要造反呢 你想我这个看不到未来呢 对不对吗 我就想办法 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当家的给拿下来了 好了 好了 那后就发生了 这个辛亥国民 到了1911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 把老当家的就赶走了 赶下去了 新当家的 就是 就是 也说中华民国 啊 一个新当家的 最开始新当家的政府是 啊 北洋军阀政府 到了1927年 又换成了 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政府 新当家的上台啊 这个 要想 改变这 接近 70年来的 耻辱 70年来的那个 家里的状况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 在这段过程中呢 又有一个邻居 日本 哇 看见了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家里面 乱七八糟的啊 虽然没有什么钱了 但你这块地很好 我要把这块地拿过来 那家伙就好了 我们家地 房地产太少了 不够住了 然后就 挑起了 1937年就挑起了 中日战争 哎呀 摧枯拉朽 在几年之间 就把中国这个家呀 一半的房地产 都站过去 你这个没有用的政府 你这个当家的人 又不管用 那就又有 家里面的人想到 啊 这个政府也 这个当家的也要不得 我们也要想办法 啊 一起 来 把这个当家的赶下来 那我来当家 然后 邻居打过来了 歪 哎呀 外面的人打进来了 但我们还是要一起 先把歪的那种赶走 然后再 扯我们当家的事情 好了 经过好几年的 这个打来打去 啊 终于把这个 外人赶走了 把日本鬼子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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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和我之间 在家里面干起来呢 又干了四年 干账 打来打去 结果到了1949年 哎呀 中国共产党 终于把 当权的 当家的 中国国民党 赶到 台湾去了 就又换了新的当家了 就当家跑了 跑到台湾去 带着家里面最值钱的东西 黄金啊 文物啊 科技能才 专家呀 甚至 大部分的文化清廉 都被他带走了 留下了一片 空地 空房子 什么家具都没有了 啊 啊 这样就留给了 新的当家的 房地长他带不走啊 好了 新的当家的 上台的还 怎么办 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还有呢 你刚刚当家 很多人也不服气 然后新当家呢 又交了一个 朋友 蘇联 这个朋友呢 他也想在你面前做大姑 大哥 我是大哥 你听我的小弟啊 你这样我的方法搞 那管你家 管家 实行共产主义 那我的方法搞 我呢 我帮你啊 那 就带领了各种专家呀 技术啊 资源啊 来帮助 这个新当家的 来建立这个国家 来建立这个家庭 这些不服的怎么办 啊 新当家的详细办法了啊 搞是土地改革啦 三反五反啦 文化大革命啦 哎呀 就是 自己家里面 哪个不听话的 干嘛我要打他 我要弄死他 这样呢 经过这样子一搞 自己还没吃饱饭 想要把这些 把我当家的位置坐稳了 要不然 又有人把我给宣下台来了 那是 不行的 那就当家的跑到台湾去呢 他加大业代 他说在房地上没有了 大陆这一块他全部扔掉了 他跑到台湾去他有钱呢 他还是有人呢 他也不甘心呢 他也想惦记着 哎 这个大陆我这个一某三分地啊 这个房地上很多啊 我哪天我还是要把他去拿回来 我要重新 在这个家里面去当家呀 我当家的 好了 天天在两边都在想这个问题咯 还有一些地 还有一些房产 也没能管 这什么 钓鱼岛 后面呢 那个旧当家的不要 那个旧当家的他那个朋友 都美国了 就把他交给日本人管了 这是我们国家的 是我们家 我们家的东西呀 我们家的地呀 他交给日本人管了 现在 就现在那个 钓鱼岛的问题了 日本人说 我都管了几十年呢 你突然想起来是你的东西 你又要回去 我都不给 那我们当家来说 这个本能就是我的 对不对吗 这是交给你管一下 我们兄弟之间打架的时候呢 谁也不想要这个玩意 现在我想我有能力想要这个东西的 你又不给我 这就是一个 我们说历史遗留的问题 一个钓鱼岛的问题 还有很多南沙呀 西沙群岛啊 当时也没有能力去管 对不对 这些地都是我们 中国这个大家庭的 这边 然后呢 就当家呢 跑到台湾去 就占了一个最好的 南沙群岛 一个最大的岛 太平岛 现在他们还是拿着水 他们还管 好 我们现在说重点了 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庭里面 有好多快递 好多房 但是呢 新当家的当家了 我又发现我还有香港这块地 没有拿回来 我还有澳门这块地没有拿回来 我这个台湾的 是旧当家的管着的 不要管他 只要他说呢 他没有做不改姓 行不改名就好了 好了 两边 你管不了我了 我也管不了你了 然后呢 各自在自己 这块地上呢 来滚固自己当家的地位 然后 台湾呢 因为我不是在台湾 我没有在台湾生活过 我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但是他们一直都还是 那当时还是一直惦记着 这个大陆这块土地 现在当然 现在他们当然不能惦记我们这块土地了 因为这个新当家的位置做好了 家里面要搞富有了 对不对吗 在这个过程中呢 哎呀 旧当家的就说 新当家的就是一个魔鬼呀 啊 就是杀人犯了 杀了很多人了 而且专制啊 家里人没有自由啊 就跟着这个 就当家的呀 就跟着那个他的朋友 现在他都能朋友为爹来了 现在我也跟他的爹也讲 然后啊 这个跟着他屁股说 指责这个 新当家的啊 大陆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 是一个 协和的政府 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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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怎么坏怎么讲 老百姓 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象了 这个大陆专制的政府 是一个要不得的 这个当家的很横行八道 啊 我们要走一种 老百姓 都能接受的 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方式 也就是说哎呀 我们说了 老百姓说了算 但是新当家的说 你这个以前旧当家的 就是一群土匪 一群既得利益集团 自己吃香的 喝辣的 家里面的老百姓呢 吃不起饭 连衣都穿不来 对啊 就这样子来子息子来子息 经过了 这样几十年的发展 好了 我们说到这里 大致情况 大家都能够清楚 台湾 香港 澳门 中国大陆 他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是一家呢 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 现在香港我们拿回来的 归于了我们大家庭的 澳门也归于我们家家庭的 还有台湾问题 台湾现在他想分家 那不想跟你成为一家人的 谁说我跟你是一家人的 他想感谢你 他不想信中国的 他想信台湾 我们在信当家里就觉得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只要成了你不敢信就好了 你信中国 你至于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管 你至于要怎么办 我们也不管 你说你想当家 给你 给你完全完完全全的自由 你在这一小棵地上 你管好你的房子 管好你的地 管好你的家里 你小家人 就可以了 但他不要 说你 我不是 我不信中国了 这就麻烦了 他不承认他信中国 他要改新了 他跟你不是一家人 我最近看了一个 看见台湾的一些节目 就是觉得 他打了个比方说 你这个 中国大陆 就是八道 人家家里面的闺女 不想嫁给你 你偏偏想 拔占 人家的闺女 哪里有这样强占的 女儿做老婆的 这个比喻他们 真是不恰当啊 我们不是 你不是女人 大陆也不是 想拔占你做老婆 你本来就是一家人 只不过是说你想分家了 你现在不想跟这个大家庭一起过了 本来你还是想当家的 但是你当不成家了 你现在就想分家 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这心当家的说 你这个 想当家是不可能的了 你想分家 我也不答应了 这块地 这些房子 都他的姓什么 姓中国 他也不信日本 他也不信美国 你要改姓改成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东西 你想分家 而不可以 你说 哎 我的后面有一个干爸爸跟我撑腰 你弄外能做爸爸 你弄外能做干爹 他帮你撑腰 他帮你撑腰 你就能为你能够分家了 分家是家里面内部的事情 所以啊 我奉励 我奉励呢 台湾的人 你最好是不要改姓 你不要把中国给去掉了 要不然呢 当家的 当家的呀 会使用家法哟 要打你哟 一打就要打得通哦 对不对 一说当你自己当小家 你不干 然后把你打通了 你的干爹也不管 你的干爹也不管 你的羊爸爸也不管你 那就惨咯 那回来只能就做 老老师的小老弟咯 要听话咯 本来是 哎 还想你跟 这个当家的 给你很多 自由的 你现在不干 那就危险了 我们讲来讲去啊 我们中国 他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经过了很多事情 而且呢 有些 那些坏的邻居啊 一些外人呢 专门使坏在你家里面 已经把我们的那个家里面的房产呢 已经分了很多区 就出去了 你说蒙古 那么大块地 强行的被他们给搞出去了 还有一些 国家占了我们的地 占了我们的房 现在 如果你要分家 当家的想 如果万一你分了家 你这个小 身板 呃 万一哪一天其他的邻居看中你的啊 把你一灯 把你占去了呢 那我们不是又少了一块 又少了一块 所以 任何当家的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在这个历史的长途里面 让自己家里面的东西 又被人家 拿走了 这样拿走了 就像现在历史书上说的 那个腐败的清政府 要钉 要钉在那个历史的耻辱具上 谁愿意 谁也不愿意 要是我当家 我也不愿意 对不对 我就一定要 把理论 不能让你这么做 总之呢 现在 中国这个大家庭 他的文化背景 在他民族的特征 决定了 我们是要一统的 我们要实行伟大的民族复兴 我们在历史长河里面 中华民族一直在世界上 都是佼佼着 直冲清政府上台过后 本地想欺负 我们才会没落到 甚至我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大部分海外华人 你说到中国 摇头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们说中国人的概念和含义 它是一个 非常广泛的一个一个名称 中国有地狱 中国人有地狱性 有民族性 有文化性 对不对吗 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 就代表着在全世界的华人圈子里面 让所有的华人 让所有世界上的人 对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刮目相看 我们是一个勤劳 勇敢善良 积极向上 大中华一统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 不过是因为你们的贬低 你们的挑拨 你们的各种抹黑 而我们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正是因为你们害怕 你们西方的民族害怕我们 大中华民族的崛起 而处处想尽各种办法 在台湾挑事 在台湾制造所谓的民族自由 在香港制造所谓的民族自由 闹事搞分裂 最终 我告诉你们 当家的 不管是现在共产党当家也好 以后换成什么了 能当家也好 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没有人能会让你 从中国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分出去的 我今天讲这个话大概是在 2020年4月19号 大家会看到这个一定会得到历史的验证的 好了 大家 帮助大家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好 谢谢观看